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快化了 我是几个月前去学了化妆 报班学了化妆 第一堂课就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那个老师过来内眼线给我一化 我眼睛大了一圈 我老师我真的开了眼了 能到自己化才知道内眼线有多难对吧 你往上脸就歪了 往下脸就瞎了 右眼还好 就正常化 左眼你们怎么化的 我左眼都是每次对着镜子反复找角度 我觉得自己好像八六版的孙悟空啊 化不好都会恨自己 烦死了 我感觉所有男生听完这一段 什么是内眼线 所有女生在想 你也要化内眼线 我一个女生朋友更直接 山猪也吃得了细糠 我学化妆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我之前在巡演自己的专场 我原计划是美战请个化妆师给我化完再上台 能够给到观众更多的尊重 后来了解完发现这样尊重好贵啊 我为了省钱 我就自己报班学了化妆 学完才发现自己化也很贵 我第一次按朋友的推荐去买粉底液的时候 导姑告诉我那瓶粉底液六百七 六百七 六百七你们知道什么概念吗 六百七可以上胶大了 我为了美就没有上胶大 我现在已经买了四瓶粉底液 三管口红 两个化妆包塞的满满的 我完全忘了我学习化妆是为了省钱 我是不是走得太远 忘了为什么出发 最吓人我看着两个化妆包 我居然在想 我是不是该买个梳妆台啊 美妆太贵了 但美妆界太温暖了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专场前 我在直播自己化妆 我很紧张 我手又生 我画个眉毛啊 真的跟那些爱豆出事 在微博辟谣一样 越描越黑 我满以为大家会笑我 没有所有弹幕都在说 哇 浩哥第一次这样很棒了 你纯性很好看 好温暖了 那天我第一次说出那五个字 谢谢姐妹们 而且你们有过那种感受吗 姐妹们 就是你化了一个很好的妆 你晚上回家不经意间一照镜子 哇 好香啊 而且那个妆刚好晕了一点点 越夜越美丽 这个时候哪怕是同事 给我发个Excel 我也会说我们视频聊吧 我说你干啥呢 我说我听歌呢 大张伟的 我怎么这么好歌 同事还问我 你说塞红啥牌子啊 我说是老村长酒 国民白酒 真正纯粮来自北纬45度 酿酒原粮黄金种植袋 喝老村长酒 不上头 但上妆啊 就是这个样子 都有共鸣对吧 但也会有尴尬 我有一次跟一个女生约会吃饭 她素颜来的 我全妆去的 但后面我们聊美妆聊得很好 最后姑娘对我评价很高 说讲好这个人吧 一句话就评价就是 性缩力拉满 还有一次在饭局上 当着一群朋友的面 见着一个男生 被他女朋友发现 身上有口红印 她说是我亲的 最尴尬是有一次我专场 我晚上演出嘛 我就花了一个快速的碗巴妆 碗巴妆是什么意思 然后去厕所补妆的时候 被一个男演员撞见了 他就盯着我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羞耻 我第一次感受到那种男宁 我很羞耻 我赶紧就把口红掉嘴里 假装在抽电子烟 后来那个哥们回去喘 说讲好躲在厕所吃口红 我当时很怂 我不敢反驳 但随着我现在化妆越来越熟了 我敢呛回去了 现在再有男演员过来阴阳 讲好 你化的什么妆呀 老子化的你最喜欢的男人妆 甚至有一次我吃饭的时候 几个朋友一起喝酒 一个新来的女生朋友 好没有边界感 冲着我 你怎么不叫那个大王 过来陪我们喝酒啊 我很喜欢那个矮个子湖 什么的专场 你送我一张票呗 你这张怎么化得死白死白掉 我心里想 你冒犯我干嘛呀 你刚刚冒犯我那两个朋友 我能忍 以前我就怂了 但那天我觉得凭什么凭什么 大家都是戴妆的姐妹 我轻飘飘四个字就过去了 你卡粉了 兄弟们学习化妆吧 失以长期之矣 我真的见了过一个 在我心目中很不修蝙蝠的哥们 非要给我推荐他用的素颜霜的 我心里想你挺剑语啊 你还给我推荐素颜霜 你知不知道我的话全装 你见过忽兰给巴菲特推荐股票吗 你在第一层 我在第五层 水乳防晒隔离粉底液五层 我后来就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我一个女生朋友 她听完说恭喜你假号 你终于掌握了最基础的底妆了 你准备好挑战 接下来都彩妆了吗 我听完啊原来 我还可以更美 我会继续学的好吧 毕竟没有丑男人 只有懒男人 如果车轮仗被淘汰了 我就马上加入化妆组啊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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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已经最好最好了 你觉得这样真的 有点很厉害了 后个妆太前后 嗯 美妆的小号 来大家拿出手中的按键器 准备锁票 锁票到几尺 开始 好 我们先不公布贾浩的票数 等我们四组演员演完了之后 我们会集中公布票数 呃 贾浩美妆的心得 现在打算下一步学彩妆了哈 其实在摸索 在看一些视频 在悄悄学 不靠这个哈 没有的 就是喜欢自个儿妹妹的 这种感觉啊 没有没有没有 这确实是当时演专场 就是请化妆师有点贵 就承担不起 自个儿学会了 自己能化自己的妆吧 对 好厉害啊 你专业的 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 就是通过有这么一个经历 然后有一个其他男生 很难讲的内容领域 多好 真的特别棒 很吸引人 我觉得男生女生 都会被这一段表演吸引到 张老师 您今天装特别棒 您今天装特别棒 从哪个角度 你看有几层 麻生皮 麻生皮 大国手觉得你现在开始进入到了撒谎悖论 没有 没有没有 大老师犹豫了好久才拍 啊 你犹豫了好久才拍 你老盯着我跟我爸是 你在我旁边 我就觉得贾浩这一段 我特别怕你讲成就是 我以一个男性来进入一个女性的世界 我来试试化妆什么样子 那我会特别抗拒 但是你讲的过程当中 我突然明白 你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视角 你在男生视角来讽刺我 我们女性能够看到的很多 我会觉得 我之前所有的紧张没有了 这是让我最舒服的一种状态 就是本来化妆就是没有性别的 我知道说这个事情很羞耻 我感觉后面还挺享受这个事情的 就是你化妆的时候 你追剧 你会发现那个时光就很慢 然后每次出门都会迟到 鲁玉其实他最真实的 他是完整地讲了一个男生 从刚开始有羞耻感到现在很自驾 并且很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我身为一个女性 我没有认为她把这个事本身性别化 是的 她这点特别好 我觉得 否则的话如果前提不成立的话 你后面所有的梗是不成立的 好 她就很聪明 这很聪明我觉得 我想问问你给你自己化妆 觉得享受吗 我最开始会觉得好难啊 但真的弹幕就是美妆界好温暖啊 大家都会鼓励你的 你明明那个眼线都已经歪到这边了 他们说这是个新的画法 就是 你去的是黎月儿吧 清剧 我当时知道有的这个女主持人呢 她说我干这行啊 就是化妆 她说到了化妆间 有人给我这么画画画 然后吹头发 她说我就为了这件事就可以干这个职业 就是她觉得很享受 但是我在你身上发现 男人其实也可以享受化妆 可以的 是吗 是这样的贾浩 因为你是车轮战的第一位 按照我们的规则 现在不会开分 我们是在两个人表演完之后才开分 所以贾浩等候去稍作等待 谢谢 谢谢 谢谢贾浩 她这边是很难说的 非常的 很好 贾浩 他就很松弛 而且对那个舞台的掌控感也在 这个写法上也是有很大的突破 浩哥这场表现得挺好的 男生化妆 这个角度还挺新的 浩哥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再翻出来一个新的角度 还挺厉害的 贾浩他的视角就会很兴起 他的羞耻很细节 真实地有体会到就是那种被凝视之后的那种羞耻感 四位老师都给我拍了灯 比我以前参加所有比赛的灯的总和都要多 一步抬前 两个都很棒啊 两个都非常棒 然后但是如果没有大于等于185 分数较低的那位朋友要离开现场 分数较高的那位朋友在等候区等候下一位 好 来各位 让我们来看一下贾浩和豆豆 两个人的分数情况 请看 贾浩 我觉得我对自己很满意 打得赢他 不要这么紧张一下 但我会喜欢贾浩多一点 178 豆豆的分数情况 那今天呢其实这段我演了很久很长时间 然后我也非常有信心 好想超过125吧 加油啊 豆豆 我估计到不了148 后面几两大概180 紧张了 搞好查分了 170 172 172 六票之差 我觉得有点太低了 对 所以豆豆要离开这个舞台 贾浩继续在等待去 豆豆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 其实坦白讲 我每一年来节目的时候 心态都会不太一样 今年来节目呢 其实我会觉得久违了 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好好见个面 毕竟非常感谢喜剧这件事情 可以让大家来相聚 然后把这么多人 拢在一起 我心里是很开心 很感激的一件事情 然后 其实 在这个排次的时候 我就知道可能会进入到车轮站 然后我也替换了一篇 我原来已经准备好的稿件 我就希望可以 如果它是我最后一段演出 我想要把 我觉得近两年以来 我最想给大家讲的故事 讲给大家听 那我觉得今天 能够有这么多人 来听到我的这个表白 其实已经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了 对 谢谢豆豆 来 豆豆 抱歉 要离开这个舞台 谢谢 谢谢你们 拜拜 好的 走了 fog SHO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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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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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谢谢 加油 每年 每年度的 比赛他就是这样 就是你不能百分之百的去预测他 然后他如果没有特别到你心里 你也改变不了任何东西了 只能说 C'est la vie 特别可惜 我觉得逗逗不应该这样子 他值更多的票数 所以说就是我不想评价分数的高低 因为无论和高和低 都只是我们的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起点 但是他留下来的精彩的表演 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心里认为 他是一个失败者 有点屁股疼 甲昊继续在等待区 参加车轮战的下一组